看了几集,我发现剧集和原著完全不一样,甚至可以说只是用了原著的故事线,剩下大多都是改编。 原著中李沐家虽然是主角,但其实他的人设并不好,而且作者对他并不是很友好,甚至把他刻画成了一个小三。 相反对田荣比较大度,他的美貌是完全超过李的,我甚至怀疑前半部分是以田荣为主角,后面觉得不对才进行了修改。 一,李沐家之三当三,黎光花十万块买断两年感情。 原著中28岁的李沐家主动追求40岁的黎光,他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,准确地说他把黎光当成了机会,想要傍上他之后,让自己的事业再往上走一步。 黎光也喜欢他,在黎光心里,他是那种乖乖女,不像黎光之前接触的那些女人,所以黎光对他很有好感。 当天晚上,李沐家才知道,黎光结婚了,妻子在美国,两人还没有离婚,但黎光表示,还在办理中,李沐家也就信了。 后来,黎光满足了他所有的一切精神和物质的需求。 全国各地的旅游,给他买奢侈品,时间一长,李沐家的眼界也慢慢打开了,在公司里,那些高层的管理者都夸他眼界越来越高。 持续了两年时间,黎光告诉他,他们两人不能结婚。 李沐家这才反应过来,原来自己就是个笑话,这两年他除了全国旅游,一些奢侈品,再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。 没有名分,工作也没有调整,只是陪着黎光是睡了两年,现在人间腻了,转身就把他甩了。 李沐家想要威胁他,但电话一直打不通,后来黎光找了律师,以十万块分手费结束。 二,棒大款,李沐家虽然不甘心,但黎光的算计他根本玩不过,所以只能忍。 后来他认识了江忠亮,相处中得知他家里很有钱,跟艺术作品有关,甚至还是一家大公司的股东。 所以,每次两人约会,李沐家都表现得非常好,那种实大体的气质让江忠亮非常欣赏。 李沐家想把自己嫁出去,他非常着急,但江忠亮是艺术家, 他就是那种缓慢的性子,对于两人的感情问题也不着急,李沐家没办法,只好耐心钓鱼。 交往一阵后,江忠亮的母亲生定了,李沐家便床前照顾,连医院的护士都夸他,就这样这一家人都接受了李沐家。 此后,他的身份水涨船高,江母非常看好李沐家,便没事一直撮合他们。 过了一周,他们就结婚了,34岁的李沐家,嫁给了大八岁的江忠亮,就在这一刻,李沐家算是彻底上岸,成为了豪门太太。 但结婚之后他才知道,江忠亮是同性恋。 这让李沐家非常崩溃,但同时又认下了结婚的事。 满打满算,他来北京15年了,一直居无定所,连个房子都没有,虽然跟了离光一段时间,但最好的青春已经没了。 34岁的他一无所有,现在有了江忠亮,虽然夫妻生活不能保证,但物质生活一定还不错。